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今天开个极限生存联机 就开六个人的小房间 是我的好友就能够进来 而且绝不反党哦 我们的小目标就是打倒雨蛇神 看谁能活到最后 当然了我是房主 我要进来的话就得重新开图了 哇塞六个人的房间竟然几进来十个人 好吧好吧 没几进来的小伙伴也先别着急哈 估计稍微等等就能进来了 毕竟极限生存死亡率还是挺高的 红棱树已经没那么好用了 因为它没有细树枝 我还是去前面砍果树吧 我去天上掉啥子 这空岛太危险了 白天我做好一套石器 再准备来点食物 到了晚上就一个人下矿去了 有几个小伙伴找到了冰原 哇好多怪啊 怎么办怎么办 多头怪应该没事吧 这时候就听见可乐说它没了 打这些人失手了 完了完了我也要没了 走开走开 怎么这么多 好像没事了 真的没事了 吓死我了 原来这里有个地脑 穷的呀 矿动力太危险了 火把夜运光了 完了十几个铜就匆匆的上来了 先把它烧一下 做个铜炉 又做了点火把 父子带着我又下矿了 我们准备挖几个铁 做铁稿 然后去空岛挖钛合金 哎 老黑你怎么也没了 他说他是从空岛上掉下去的 矿动力的铁真的很少 但好在还有琥珀 我们需要的也不多 二十多个差不多了 上去吧 哎 我这是掉到哪里了 这是谁盖的呀 装人的小盒子 我还刚好就传送到里面 哎呀 还是土块做的 好歹也弄个木头的呀 太小气了 差评 就我和夫子挖矿的这段时间 又有几个小伙伴 被强制退出了 一个被短动鱼咬没了 一个兔伤队 被手也打没了 没有火箭背包上空岛 真的难哪 化石龙踩水柱 有很大的几率会被摔死 但是夫子说 从这里上去特别容易 用小飞鼠就能飞上去 他让我先飞到 大红山树的树叶上 然后下座棋再往上跳 这样慢慢的 就卡到了红山树的最上面 再召唤小飞鼠 就能上到空岛了 哇 大神都是这样上去的吗 学到了学到了 哎 神殿 但是箱子都没了 显然是被人抢先了 这时候只听那一声大叫 夫子没了 恶延迟 把他从小飞鼠身上 撞一下去了 嗯 我突然觉得身边危急四伏 好没有安全感呢 但是满地的太河金矿 瞬间就把我治愈了 转了一圈 也才挖到十四个 回去吧 这两只鸡你在干啥呢 想开 呃一不小心掉河里呢 这荒郊野外的应该没人看的 啊 自豪啊 啊那个天太热了 泡个澡很凉快的 要不你也来试试 我就先回去盖房子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集再会 拜拜